大家好,我是加果 今天我们来到厄瓜多尔的加拉帕克斯群岛 加拉帕克斯群岛是全世界旅游爱好者的圣殿 不仅仅是因为这里风景优美 而且更是由于这里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物和生态 来了厄瓜多尔已经一个星期了 我们经历了极多的高海拔以及亚马逊的潮湿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来海岛放松放松 今天我们将分别从交通、食宿、购物三个方面来介绍加拉帕克斯群岛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主题 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到处走走逛逛 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是从基多进入厄瓜多尔的 落地的第一天,我们就在基多机场办理好了加拉帕克斯群岛 办理这个证件需要在机场特定的窗口办理 我们想到既然已经在机场了,那就顺便办理好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非常正确 我们飞加岛的当天,飞机是上午9点半左右的 而当我们7点半到达机场的时候 办理入加岛证书的窗口已经人满为缓 因此我们省去了很多飞行前的焦虑 进入加岛一般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从基多飞加岛的Santa Cruz岛 这个机场叫Sain More机场 另外一条入岛的路线是从基多飞San Cristobal机场 由于我们最后两天是在San Cristobal的 所以我们安排了直接从San Cristobal飞机多的离岛路线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从San Cristobal返回Santa Cruz做飞机了 从机场落地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感受到了到厄瓜多尔以来最高的气温 进入到了机场里面 我们依次排队办理入岛手续 在这里每个游客都需要填写入岛表格 并且每人需要支付100美元的入岛费 除了机场我们没有太多选择 每个人都需要花5美元搭乘一个客车 客车会把大家送到一个码头 大家再花1美金做一个短途的渡轮 才算离开了机场的范围 下了渡轮游客有两种选择前往Santa Cruz 客车应该是5美金一个人 而出租车是25美金一趟 我们当时由于没有经验 选择了坐客车 而事实证明 由于客车需要等待坐满了乘客才出发 我们在客车上浪费了很多时间 不过呢好在一路的风景很漂亮 我们一路看看风景 发发呆 一会儿就到了主岛Santa Cruz 我们早在出发前三个月 就在Xpedia上订好了所有的酒店 我们住的这一家酒店在网上评价不错 地理位置也很好 就在主岛的闹市区 周围设施一应俱全 酒店内部也很干净整洁 并且带有空调 突然到一个热带高温的地方 空调呢显得尤其重要 住下来几晚整体体验不错 我们的房间是包早餐的 而且就在楼下就餐 另外酒店也提供洗衣服的服务 但是酒店前台每天下班很早 所以如果你需要前台的服务 一定要在正常的工作时间来办理 不然可能会有吃闭门根的风险 我们住的酒店 一碗大概在70美金左右 算性价比非常高的了 Santa Cruz在吃的方面真的很方便 不愧为嘉岛最繁华的岛屿 在这个人口不到2万的岛屿上 我们基本每天可以尝试不一样的饭店 嘉岛虽然网络覆盖率高 走到哪里都有WiFi 但是网速并不稳定 所以我们一般是在酒店 查好哪家饭店评价比较高 然后直接过去 就像其他的旅游圣地一样 Santa Cruz一旦夜幕降临 所有的烟火味就开始弥漫开来 我们开始品尝各种当地小吃 比如画面中的这个小吃 据说是拉美地区普遍都有的小吃 其实当时我们觉得吃什么 都已经是次要的了 而这种体验当地人生活的感觉 是无以伦比的 另外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还是旅游旺季 当地每晚都有活动 比如我们在的那几天 海边的广场上去办了夜食 远远地看过去都是炭火的烟熏火燎 好一派人间烟火 开销方面呢 荤素搭配的正餐 一般都需要20美金左右 不算便宜 但是质量很好 性价比比较高 另外 啤酒或者饮料 一般在3-5美金左右 惊喜的地方是 Santa Cruz也有很好的咖啡和冰淇淋 所以不管是早上提神 还是饭后来个冰凉的甜点 Santa Cruz都可以买得到的 我们在来之前 其实挺担心在嘉岛 可能会买不到什么东西 来了之后 我们发现这里 不仅在吃喝方面什么都有 而且满大街都是小商品的店铺 一度让我们想起了国内热闹的市景 如果你需要买日常用品 那你可以直接去Santa Cruz 码头旁边的这个超市 里面从日用品 药品 零食到酒水 都一应俱全 回到大街上 商品琳琅满目 我们走在大街上 很难不停下脚步进店看看 虽然都是一些小东西 但是由于是在景区 价格也算不菲的 游客来嘉岛 一般不只在主岛Santa Cruz玩 所以大家来了以后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把这几天的船票买好 船票不便宜 一般往返不同的岛屿之间的船票 需要30美金一个人 而且卖完了 就需要改时间再买了 买船票的地方 一般也可以预定出海的一日游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 和想看的项目来购买 另外 买船票的同时 一定要记得留好小票 并且记住是哪一家船的 接下来我们会出几期视频 单独讲讲我们在Santa Cruz 都玩了什么项目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 喜欢到处走走逛逛 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还会更新其他好玩的视频 谢谢